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10月20日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为了提升全民运动的风气 唐诗政府新建九座的国民运动中心 要提供给民众更优质的运动休闲空间 不过这天议会开议时 有多业议员认为 北屯区是人口数最多的行政区 因此北屯区国民运动中心 应该加速推动建制 另外也有议员关心海线居民的运动空间 希望能够有完善的环境 提升运动风气 那目前大理 潭子 太平国民运动中心呢 目前正办理工程的规划跟设计的作业 运动局长在台上说明 台中市九座国民运动中心的建制进度 其中西屯草码 北屯国民运动中心已经正式营运 但有议员就指出 北屯国民运动中心 是否不但变更用地 新建经费也由中央补助改为自筹 一改再改 恐怕完工日悠遥无奇 我们卢秀业委员从中央争取两亿 剩下的我们编译三亿多 当然我们多了一个滑冰场 所以有总共五亿多 那你现在终于同意了 为什么我们变成一半的这样子的设施啊 我不知道市长到底是北屯区的国民运动中心 你的内容是什么 北屯区的居民真的非常的关心 我们北屯国民运动中心 以及台中巨弹 我们未来林嘉隆市政府团队 未来的规划进度 那有关北屯国民运动中心的部分呢 那这个案子目前使用的是细体一的土地 土地面积是6200平方公尺 我们目前还持续在进行相关的一个规划设计的工作 那希望说明年土地完成 规划设计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顺利来进行相关的发包的工作 除了北屯区国民运动中心 另外也有议员关心海线运动人口 认为市府应该规划海线运动空间的建制 才能让各行政区均衡发展 什么都没有 真是看起来 我真的实在是先有指示 我现在说刚才我们市长在说 说有整体的规划 现在要来给市长来解释一下 海线这边你有没有什么规划 运动公园那很多嘛 再来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公共空间 像议员建议啊 有一些高架道路的下面 或闲置空间 我们可以做一些极限运动 所以运动必须要因地置疑 借由运动场馆的增建 培养民众规律的运动习惯 来绿议员一起追国民运动中心建制进度 就是希望别再让市民苦等下去 记得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